我是大概六四五二兩倍 在虛擬世界裡面親自捕捞石斑 透過3D石斑魚的觀察與創作 提升學習興趣 現正以孩子透過VR眼鏡視角觀摩的 是正在體驗視訊課程的東港大潭國校 透過台南市土城國校 創新的教學內容獲得教學知識 進而交流如何在小小的虛擬空間裡 探討海洋保護的議題 今天剛好有機會 透過視訊的一個方式 我們連結到台南市安南區土城國小 我們去體驗他的VR的石斑魚課程 然後土城國小是5G的科技的學校 他們發展石斑魚課程有一段時間 剛好跟我們東港大潭國小 我們發展的是雷雕文創的石斑魚 所以我們以石斑魚龍虎斑為主軸 我們剛好透過這一次機會 我們去透過線上的一個觀客方式 去體驗他們的VR的石斑魚課程 那也希望未來有機會 我們也跟土城國小合作 讓他們有機會讓我們大潭的師生 有機會透過線上的方式 去體驗他們的VR的石斑魚課程 透過一連串推行海洋教育理念的學校 也蠻相近的甚至於他們也是102年的歷史 我們學校兩者之間都非常有相近的一個發展的課程 所以將來有機會我們都會應用兩個學校的一個優點 跟優勢互相的交流 目前在5G的這一塊土城國小發展的非常好 而且有相關的一些發展的一個教材在上面 而且他願意讓我們學校跨縣市的去做這個學習 也給我們的帳號 我覺得將來有機會 我們除了在線上的一個互動之外 我們還可以到土城國小 實際去讓學生去參與他們的這些課程 跟這個環境是怎麼樣布置的 對孩子將來在這個5G的一個應用上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學習 東港大潭國小強調 透過土城國小主導的跨縣市及跨校聯盟教學課程 不僅成功結合教學內容與科技創新 也為學生提供積極學習與互動交流的平台 未來希望把這樣的課程複製到屏東東港 甚至更多鄉鎮來 將對激發學生學習興趣及拓展視野 產生更多正能量效果 記者不聽張志豪採訪報導 收集內容 decía ō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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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